大家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上海的WZK 是WZK WZK 那这家店的话 如果有看过我以前拍的视频 就是我以前去BT 问过 就是这家店呢是天津Color他们下面其中的一家 然后跟广州的BT也是兄弟店 那有新来到上海的话呢 肯定要进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好货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店里面有什么好的鞋子 Let's go 这个我还觉得挺酷的 然后小人 天津坑 DB 然后我最爱的Supreme 两个颜色 就如果我要穿这鞋型的话 我可能就 只会买这个配色 黑色那个 红色也可以 但是这双鞋现在卖真是有点贵啊 然后看到一些别的 可能我个人的话不太感兴趣啊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告诉我你喜欢哪一双 我个人对Air Force 1也没有说非常了解 所以也不敢给大家指点江山 那稍微给大家看一看 那我觉得最帅的就是这双 就是现在视频我现在拉焦距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双真的很帅啊 后面写的诱惑两个字 好那我们往里面逛逛 中间放的是 都是Air Force啊 今年Air Force大年嘛 然后这是 Stone Island的Soft Dart 还有一些我并不是很感冒的 然后这一双 这双97很帅啊 可是 没马啊 只有女马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 有Vans啊 然后Undercover啊 然后这双Undercover上次那双白色的 送给了一个 幸运的热心观众 希望他能够喜欢这双是红色的 然后Soft Dart 以前很牛 现在可能货量多了之后 大家就对他 没有说这么爆款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穿的 因为的确挺舒服的 然后这边是 啊 铺马的 这双是这个樱花Sakura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意过这款鞋 然后这双是跟Bave 然后这边有一些 我不感兴趣的鞋款啊 这种的比如 阿甘鞋嘛 我个人是 不太感兴趣 所以没有什么研究 然后我觉得这款 还挺帅 实话实说 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法说买一款这样的鞋来穿 因为 它的功能性应该会很强 然后 也没有什么人愿意穿这种鞋 所以你出门的话 一定不会 跟别人撞鞋 另外呢 还有这双 这双Presto 那这双Presto的话 在国外应该是已经卖光了吧 那在这边还有现货 炒照再试 因为我知道炒照一定想买 因为 很少人会喜欢穿这种五颜六色的鞋 我觉得很好看 你觉得好看吗 没有 最最最最小码是南马四十字的 老板就是又要消费了对吧 这是老板来上海的第一波消费 那我跟最想买的话可能是 这双 就是这个Stuzy 的 MX95 那 但是 虽然说我也能接受 毕竟 对吧 我穿了现在这双WAMS也是绿色 但如果Nike穿绿色 我没有买过 我没有Nike绿色的鞋子 虽然 我有很多 不同颜色 但是 Nike的话我真的一双绿色都没有 那 各位可以给点意见 就是说 这双钱还不好看 我还在思考 然后另外一双我很感兴趣的就是 这双MXE 那它好像准备有 蓝白色 那对比红色来说 我可能更喜欢蓝白色 这边柜子放的是这个DMP 这个Pack 这Pack 我觉得很多 很多地方没卖完 Pump Fury 那我的Pump Fury的话就 不太了解 就不瞎支点 然后这边有New Balance 刚刚没看到 这些挂在墙壁上的话 是卖的 然后上面是有 这些球星的签名 比如说这个是 应该是08吧 北京奥运那个时候 科比跟詹姆斯 然后卖 4,990块 这边柜子的话 主要卖的是 Adidas 那不用说了 已经出发了的 NND 还有 Ultra Boots 然后这个是 Stan Smith Tubular Tubular的话 我以前还有一双 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 然后这边展规的话 就有一双 非常有排面的鞋 这个 Umdefit 97 我个人呢 也是没有买到 对比黑色的话 我可能更想要白色那双 但如果你在 国内穿的话 我觉得买黑色 比较实际 因为的话呢 在路上很容易脏 黑色的话 你可以随便穿 都不会弄藏 我觉得他配的这个鞋带 会比他原配的鞋带好看 带点红色 在店的后面呢 有放的一些 有一些是Retro 有一些是这个 譬如说 譬如说这双 是这个 是菲德勒 那双 Black Stimane的 网球鞋 那这个是吵枣 特别想要 因为今天10月7号 放那双 黑 青色的 然后吵枣 没有抢上 他现在比较懊恼 然后下面这款的话 熟悉我的观众呢 应该知道我有一双 死色的这个 Supreme Bazer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鞋款 真的挺好看 我特别喜欢那种粉色 Logo 这是undercover的 Supreme 没看见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是叫 叫黄的 然后球衣 勒布朗 勒布朗 Curry 然后安东尼戴威斯 Supreme 巴姆森 这是Milwaukee的 我没看见 然后还是Supreme Supreme Supreme 球衣 然后Supreme Supreme Supreme Stable 这是好像是国内的一个 限定吧 因为他这个鞋子上绑的这个是红领巾 我没记错 那这边 这边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出的一些短袖 哎 虚焦了 对焦 好这边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出的短袖 然后最后呢 有一件以前出的这个 Puma跟Babe的合作款 这是一件短袖 这件事件的卫衣 然后在这个圆柱子上呢 他贴了很多就是应该是来抽签的朋友 抽中了一些 很限量的鞋款 反正就是贴一些 跟很多中奖朋友的一些照片嘛 他中了奖之后 就抽中鞋之后拍一个照片 然后贴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店的后面有一个 这样的 吧台 还放了一些 这样的鞋子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也是 卖咖啡吗 对吗 就这样 哦就是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 你们要在后面弄一个这样的这样 八台在这 一开始是想 在这边做的那个咖啡区 哦 然后这个 原来 一开始设计图子的时候 哦 咖啡区 哦 但是后来也是确实要有一些 衣服啊 包括我们这边都是寄卖的 所以要跟 哦你们这边的是寄卖了 啊现在呢 我游信 跟 WJK这边的店长 都聊一聊 他个人 对球鞋的一些看的看 那当然我想问一下 你就是现在很多不同店 他们会主要去进一些 比较当下 很火爆的 那我进来品店之后 我发现 你有一些很多款 是比较稳的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进一些这些 是否判到店里 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要结合 买公司 因为他跟他有自己的计划 然后他当他订卧会的时候 所有的成绩 然后他们会见 再加上本身我们个人觉得 这些鞋子 虽然不是当下最热门的 但是确实它是一些非常好的鞋 它背后有自己的一些历史 背后有自己的一些故事 以至于 才它能继续地出现 很多的鞋子到现在 除了一些特别特别新的设计 特别特别新的产品 它很多都是负荷的 那也想通过就是把这些鞋子 摆在我们的店里 然后呈现给大家 还通过大家到店里去看 给大家去通过店里 然后我们自己的店长去给大家介绍 大家能更多的去了解 不仅仅是某些鞋 其实每双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 是这样 谢谢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有这个 Cronverse的这个Pack 那这双是一双 就有这个Cronverse篮球鞋 那这是一个二代 我个人的二代的话还是 可能除了那双DON SEA之外 别的配色 还有DB 我不会太感兴趣了 这边有今年 拿了很多出来复刻 这个Uptempo 然后在这几个配色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 其实说实话 这个只要鞋带换一下 跟那个Supreme的没差 因为都是黑色的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白色 应该 这有 这有是Gum Soul吗 不是 这是全白 好这双 算是薄荷吗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南马 如果有南马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帅的 好这边 这边最帅的应该就是这一双 我当时没买 那因为我现在是有一双Supreme的 所以 看吧 如果以后有合适的价格 我可能还会买一双这个来穿一下 然后这双就 故事多了 这个 是上帝很喜欢的一双鞋 就是 上帝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那这双鞋的话 那这双鞋的话 他当时告诉我是他想买 然后他没抢上 Kairi的话 123 三代鞋 我可能还是喜欢一代了 因为我觉得一代还是最好看的 而且穿起来 怎么说吧 三代不太舒服 那我说了LeBron的10代以外 我可能 对别人没什么兴趣 这边是一些 Jordan Retro 有12 12楼 11 13楼 飞线1 有很多观众问我对飞线一代的想法 那可能我个人还是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正 正常的一代吧 因为 这种飞线 看起来还是蛮好看 但是没有那种 就是 怎么说 正常那种感觉 给我那种炫酷感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双鞋 这双鞋我以前拍过下来 就是 没有什么人喜欢 而且 卖的特别 特别 特别 八代 有人叫他叫 说了之后呢 说了加了 这个名字上去也没有见他卖的特别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 非常好看 如果你想第一次尝试买八代的话 除了买那个 Aqua Aqua八代 就是 水鬼 这双 这双不到处有吗 我觉得这双很好看 我现在很喜欢 你猜我喜欢哪双 就整个柜子 整个柜子 这个 这是一双 这其中一双 Sport Blue 还有呢 不是 如果我会买给你做礼物的话 我会买那双 你猜一下 你猜 我会给你买几代 呃 试代吗 应该不会吧 你不是 你不是试代 只想要那恐惧吗 我肯定不会买 我知道别人你都不喜欢 我我现在最想要就是 这十几 十三 十三 你要十三 我自己最喜欢 你喜欢这双 那我要买 我可能会买这一双给你 把这双紫色的六代给你吗 我特别喜欢紫色 对我特别喜欢紫色 今天特别的谢谢就是 我要问一下工作 一个人 WCK 允许我在店里拍摄 因为在上海拍了很多不同的店 不管鞋链也好 操拍片也好 拍摄片也好 那这边是对这方面 保密比较做得比较好看 那很多都不允许拍摄 那今天 非常兴趣 来到这边的东西 已经去了拍摄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 这个来自BT的华哥 因为他告诉我上海 有到有几天家店 然后我们在这里 就非常感谢他 那各位如果有空 有兴趣的话 在广州地区的话 可以过BT那边 找华哥来 精彩的内容 密集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